你们以为这是在你们日本呀 想在我们的国土上撒野 做梦 我告诉你们 你们最好乖乖地给我滚出去 否则的话 我就要报警了 到时候把你们通通抓到警察局去 走 走 老夫人 对不起 又给你惹麻烦了 做得好 好啊 以后啊 他们再来惹麻烦 我跟你一起对付他们 谢谢老夫人 好 不说了不说了 走 跟我进房去 嗯 原姑娘 嗯 你在我们家也有些日子了 怕是 我们还没有好好坐下来聊过天吧 是啊 老夫人 对子卿和你的这桩婚事 前前后后的我也就不说了 现在看来呢 我是有点多虑了 我要再固执几件 你们就会认为我是个 十股不化的老顽固 是不是啊 老夫人 不会的 我们不会这么想的 你也看见了 我们家子卿性子弱 所以我想啊 他应该找个性子强的人来帮帮他 现在看来 你们俩在一起 是能互相帮助的 老夫人 我没有您说的那么好 不过 我对子卿是真心的 为了他 我愿意放弃一切 甚至我的生命 嗯 我懂 我懂 躺在这儿吧 下去吧 是 老夫人 袁姑娘 请走 和叔啊 你看看 现在的女孩子多心事啊 什么都可以当面说了 那像我们那会儿啊 都到了拜堂了 还不知道新老长什么样子 其他的呀 就更别提了 是啊 现在是新时代 老夫人您年纪虽然大 可是您的思想啊 并不比他们年轻人落伍啊 你说是吧 袁姑娘 是啊 老夫人 您的头脑可跟得上新时代了 要不然老夫人怎么管我们这么一大家子人呢 都好了 是啊 你们就别哄我了 我知道我老了 只要你们背后啊 不骂我老不死就行了 怎么会呢 我有点东西想送给你 跟我进房去看看去 去吧 挑一件 嗯 嗯 这个银锁 我爸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比这个小多了 你爸也有把银锁 对呀 他一直都挂在肾上的 老夫人 老夫人 您怎么啦 老夫人 您怎么了 这事也不能怪我们 是那个女的她实在太厉害了 你给我闭嘴 你们以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 只图买东西不花钱吗 我们要的是整个上海 你们以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 整个中国 整个东南亚 明白吗 是 你们这些数目存光的东西 能干成什么大事 那个女的是叫袁静茹吧 那女的好像是这么说的啊 哼 你知道她是谁啊 她是帮会老大袁九爷的女儿 你们进口惹麻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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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下次再也不敢了 下次 还有下次吗 你们统统的都给我在这老式的待着 哪里也不去去 是 你们张家的好日子长不了了 慢点啊 好 孙上先生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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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马上就来 啊 请稍候 孙上先生 好好 真对不起啊 那肚子疼啊 好好好 哪儿不舒服啊 那儿肚子疼 好 没关系 让我来检查一下 好 来来来 去那边吧 好 先生 您请留步 这边 您别急 这银锁是西唐老银匠专门打造的 至于袁九爷那把是不是真的 我想我承控到九爷府上 亲自打探一下 好吧 不然我能再帮你 现在快点 到哪里 到哪里 cycl 太離开了 不是 大王 这才最多的 可不是 你 紫青 紫青 这怀表是李神赴给我的 数是可能关系到我的身世 难道我的身世 与二老爷有关 这怎么可能呢 到底是哪里搞错了 子欣 干嘛呢 你怎么来了 我是想跟你说呀 那些日本人又找来了 他们怎么会知道这儿的 还不是那个混账东西 就是那个偷钱包的那个人 什么 他又和日本人在一起 还带日本人到这儿来 是啊 下次再让我遇见他 我肯定不能轻饶他 算了 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了 你看 好看吗 是奶奶送给我的 奶奶为什么会送你这个 今天呀 我和她聊了很久 我第一次觉得 奶奶是那么的慈祥可亲 就像我自己的亲奶奶一样 你知道吗 她 她已经答应我们的婚事了 是吗 子智 你怎么啦 子智 你怎么啦 喂 喂 喂 没什么 我只想知道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人 你还会对我好吗 你说什么傻话呀 我喜欢的 就是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 怎么 你不同意啊 孙上先生 你说别的我都答应 你看 我都同意你用我的船运货了 你还要怎么样 你的货在仓库里被人调包 怎么能怪到我头上呢 怎么能让我赔钱 你做其他生意我不反对 可是你不能让我 抵押张家的地契 好啊 你不愿意拿地契来做抵押 可以 那你把钱还给我 你别忘了 你现在吃的住的用的都是我的钱 你在公司里做了那么多的假账 公司的亏空那么大 你还有什么本钱跟我合作呀 啊 那 那我不做了行了吧 那不行 我的那批货是在你的码头上丢的 你不赔谁赔呀 啊 你要说没钱 可以 那我就到你们张家去 我去跟老太太说 我的那批货是你同意帮我们日本人运的 而且你生活上所用的一切 都是我们日本人给你提供的 然后 我再组织个记者招待会 我就告诉他们 你呀 根本就不是张老太爷的儿子 我要让全上海的人 都知道你们张家的丑事 到那个时候 你就算是保住了地气 怕也剩不下一片蟒了 啊 张先生 张子清张少爷 可是你们家的毒苗啊 你想干什么 我想怎么样 那就得看你来了 村长先生 你对我怎么都行啊 你千万不能动我儿子呀 我求求你了 好 我可以不怕 那我提出的条件 你答应了 村上先生 就算我答应你 这地气也不在我这里 在我妈那边 平日里她从来不拿出来 你叫我有什么办法吗 好吧 那你先回去 跟老太太好好谈谈 让她把地气拿出来做投资押 啊 谈成了是最好的 要是谈不成 那你就把放地气的地方 画张图纸给我 你想干什么 这想硬抢 这想硬抢 至于我想干什么 你就不用管了 你还是想想 怎么能让老太太 把地气给你拿出来呢 你现在rounded 你不该怎么办 你要不要 张家 有什么事吗 哎呀 我担心小姐 小姐怎么了 哎呀 你能不能派几个人过去一下 哎 有什么事 你快说嘛 是这样 小姐今天出去替人打抱不平 得罪了几个日本人 哎呦 那些人哪 都找到张家去闹事了 有这事儿 这帮小日本鬼子 胆子也太大了 哎 靳如 有我没有吃亏啊 啊 没有 小姐哪会吃亏啊 三下五除二 就把他们给打发走了 哈哈哈哈 可是 我还是担心 他们还会再来 舅爷啊 我想 你能不能派几个人过去暗中帮一下 月妈 你说的也是啊 我不保护张家 也得保护咱家靖如吧 哎 好嘞 哎 天虎啊 天虎 走 舅爷 您叫我 舅爷 元虎 听着 这样 你派几个人到张家守着 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 马上回来报告 风吹草动 舅爷 是不是小姐有麻烦 你这是真笨还是假笨哪 我让你守着就是怕张家出事 说不定是日本鬼子 懂了吗 什么日本鬼子 小日本我才不怕呢 哎哎哎 你嘟囔什么呢 哎哎 元妈 你让他俩跟你一块回去吧 哎呀 舅爷 你别让他们跟我一起走 你又不是不知道小姐的脾气 她哪会让我来找你啊 这是我自己来的 这事儿 你安排就行了 我先走了 嗯 也是 那你先去吧 哎 元虎 哎 待会儿你带几个弟兄过去 守在张家门口 听着 上次怎么守 这次还怎么守 记住 千万别让小姐知道 知道 好 你们去吧 是 走 你也老了 你的手劲儿不如从前了 是啊 原来还觉得自己 没有问题 可是看着紫青 和静茹姑娘她们 都快结婚的人了 才觉得自己呀 真的是老喽 人生苦短哪 妈 妈 你还知道回来 我说 我跟我妈有话说 你先回避一下 好 你别走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妈 我知道你为了我搬家 为了我没给你拜兽 生我的气 可是我有我的苦衷啊 今晨啊 你也是几十岁的人了 儿子都快成亲了 眼看就要当公公了 你怎么还什么事 都让妈为你操心呀 你怎么就不能好好地 堂堂正正地做生意 不要搞那些歪门邪道 说吧 妈 这次来又有什么事 妈 我这次来是想跟你说 求您再帮我一次 我一定能够重新做人 正正正经经地做事 规规矩矩做人 你倒说说看 要我怎么帮你 有人要我跟他合股投资 做一比买卖 可是 可是我没钱 所以他提出来拿 要拿什么 要拿咱家房产的地契做抵押 什么 是什么人要做什么生意 会要我们张家的地契做抵押 妈 你就别问了 只要把这笔生意做成了 我一定把公司的亏空给补上 你要做生意 妈可以为你筹钱 为什么要拿张家的地契呢 你说说这个合伙人是谁 妈 你就别问了 既然是正正经经做生意 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告诉我 这个合伙人是谁 妈 你就别再问了 我也不想这么做 可是我没有办法 我不这么做的话 我的身份就会被公开 子清就会有危险 什么 他用你的身世威胁你 他是 村上 是村上 怎么着 我命捏在他的手里呢 现在只有他能帮我 只要我答应他的条件 他能满足我的一切 他能保住我的身份 他能给我钱 你知道吗 你为了钱 为了你在张家的地位 你把良心都卖给日本人 你给我滚 滚 你打我 你还让我滚 就是这张照片 他毁了我的一切 看了照片我才明白 在张家 真正的老爷是锦麟 不是我 可是我不甘心 我不会这么轻易放弃我张老爷的位置 我也不会就这么认命的 所以 我也不想知道我真正的身份 但是 你要是把我逼急了 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老夫人 好 锦麟啊 今天感觉怎么样 要是还不太舒服的话 就别去上班了 在家休息吧 我没事 我没事 我没吓着你吧 你 你 没有 没有 锦麟啊 我总觉得 你有心事 你心里有事 和我说说吧 嗯 要是不能和我说 那就找一个 能说的人说说 要不然 憋在心里 会把身子憋坏的 要是不安静了 我会把人家带来 不安静啊 不安静啊 你不安静啊 我不是安静啊 你不安静啊 你不安静啊 啊 我帮你安静了 连这是怎么了 都老夫老妻的了 美女 我以前怎么就没有感觉你 有这么好呢 我耽误了你整整十八年 人生有多少个十八年 是我辜负了你 从今往后 我一定加倍偿还 好了 好了 用你这句话 我就知足了 赶紧上班去吧 快去吧 我今天哪儿也不去了 我就在家陪你 你怎么回事 不要 我 你怎么回事 子清 你已经这么多天没回过家了 再让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 是啊 汉昌在公司替我做总经理 在家里呢 又帮我照顾家里人 是该回去看看了 其实我觉得 他倒像张子清 我像李汉昌一样 子清 我明白你的心情 可是我想 你还是应该 回去和你奶奶谈谈 他是会理解你的 看机会吧 可能是老马 嗯 我去一下啊 嗯 老马 什么事 少爷 汉昌找你说是有急事 你看 让他在哪儿等 那就在公司办公室吧 好 那我开车送你去吧 你要开车送我去 就把路绕远些 这样安全一点 好 我明白 快 你们几个给我仔细地看清这张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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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我妈那儿去了 她不给我低气 还打了我 这几十年 她是第一次都上打我 好 这个老太太还挺倔的 不管她 你给我画一张 张家房屋位置的详细图纸 走 你们真要动手抢啊 什么叫抢 我们只是想办法去拿 什么 你最后画清楚一些 前门 后门什么的 全都给我画着 这样 我们就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这器放在哪儿 在我妈卧室的柜子里锁着呢 这她有些麻烦呢 老太太晚上都干什么 她每天晚上都要去送经 晚上什么时间 大概九十点钟吧 有时候早有时候晚 说不准 九十点钟 好 今天晚上 你们就去张府 想办法把地器跟我弄到手 只要把地器弄到手 你们就为我大日本帝国立了大功 千万不能暴露身份 也不要惊动别人 大家都把枪带上 不到万不得已 不许开枪 是 这老太太 万一她不上佛堂 那怎么办呢 办法多的是 用你的脑子去想 是 记住 我只要张家的笔器 好 去吧 小姐 你上街买东西啊 我替你去吧 我去买书 你替不了我 那 那你就从后门走吧 我从前门走的书店进嘛 你 原妈 你今天很奇怪呀 平常我出门 你从来不管我的 没有 不是前几天来了一帮人吗 他们找你麻烦 我有点担心嘛 你放心 我没事的 走了 小姐从前门走 一定能碰到圆虎他们 她一定赶他们走 哎 哎呀 这事给办的 哎小姐要车吗 嗯 不用 好好好 冬雪啊冬雪啊 小姐 照报纸吗 嗯 不用 谢谢 买报纸啦 小姐 星星大 혹 哥两个烟花给点钱 卖报纸啦 卖报纸啦 香烟 味真啊 甜乙们 chen这烟花 买�餐 酱akov 酱助 来 操皮鲜 操皮鲜 不要滑哒嘞 啊 先生 鞋擦得不错呀 大小姐 大小姐 谁让你们到这儿来的 这 那她呢 她是来干嘛呢 大小姐 是九爷让我们来的 好端端的 我爸让你们来这儿干嘛呀 原爸回来说 有日本人在张家门口捣乱 还要找你不麻烦 九爷不放心 就叫我们来了 我说她怎么不让我从大门口走 肯定是怕我见到你们 好了 我在这儿过得很好 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再说了 就算有什么事发生 我也可以处理的 回去告诉我爸 让他老人家放心好了 走吧 大小姐 这 走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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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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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不是给过你了吗 你小子 快 快 快点 快点 我爸也太夸张了吧 他都三岁小孩子了 上班了 主持人 门来了 脑要有人探某 这是有把特别人的 comic 凯良 我现在不见客 张少爷 我有一个兄弟叫李大魁 他也是西塘教堂 李神父收养的 可他从小就不学好 不务正业 后来国军招兵 他就参了军 可我和袁姑娘 前两天在街上 看见他跟日本人在一起 他偷人钱包 被袁姑娘教训了一顿 结果他还带人 找到张家门上来过 你就为这事找我 也不是 当时他认出了我 我拉着静如跑了 静如问我为什么 我就含糊地对付过去了 那真的挺麻烦的 你得多留意 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不知道 就见过那么一回 对了 你二叔找过我 是吗 阿神告诉我 你二叔去他那儿找我 还问我在哪里 阿神没告诉他 还有 你爸来跟我讲 让我少跟你二叔接触 他是那么讲的吗 对啊 老马带我去的时候 你爸已经搬出张家了 奶奶对他这么好 我也不知道 我爸为什么要搬出来 可最近事太多 我们只能先挑重要的座 不过 那个李大葵 既然知道你住在哪儿 还到张家找你 他一定会再去的 不过你放心 这件事情 我帮你解决 嗯 这九爷呀 就是担心大小姐 可能啊 过两天 还得让咱俩去 哎 说不得了 不过呀 我看你买温暖 还挺高兴人大 袁虎兄弟 袁虎兄弟 有 何管家 啊 您来找我们九爷 啊 你们九爷在吗 哎 我们也刚回来 哎 九爷不在 说是带着一帮兄弟 办事去了 要吃过晚饭才回家 九爷有个习惯 吃饭喝酒以后 总得摸上几圈麻将 我估计啊 不到十一二点钟 是不会回来的 您有事 还是明天再来找他吧 哎 九爷每次出去 不是都带着你吗 怎么今天在家里闲着 哎 九爷让我带着这帮兄弟 在你们张家门口守候 怕小日本 再到你们张家捣乱 谁想到 啊 碰到我们家大小姐 硬把我们给赶回来 是 这吧 九爷也没在家 哦 是这样 哎 要不说明啊 啊 你到园府 有多长时间了 五六年了吧 哦 时间不短啊 那是 我问你啊 嗯 九爷脖子上 是不是挂着一把小银锁啊 是啊 小银锁九爷非常喜欢的 从来没有摘下过 哎 哎 你问这个干嘛 哦 我是听你们家大小姐说的 随便问问 要是九爷在 我就想亲眼看看 是什么样的稀罕物 让原九爷这么看着我 哎 九爷不在 那我就下次再说了 啊 告辞了 哎哎 快说 进屋喝杯茶吧 不了 不了 哎 喝一杯吧 不了 不了 再见 那慢走啊 好 走啊 来 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姐 您的书还没付钱呢 对不起 我不要了 没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一个是他 那他会是谁呢 二太太 有什么事我帮您做吧 不用不用 二老爷的口味我是知道的 我做吧 放心 你去吧 二太太 您的二老爷真好 不用不用 你去忙吧 好好干啊 袁妈 又给袁小姐烧菜啊 袁妈 二太太 自己做菜啊 你会做西唐菜吧 哎呦 我不会做 我家老爷呀 在上海几十年了 最喜欢吃的还是西唐的土菜 你是正宗的西唐人 这西唐菜你一定做的比我好 来 你来帮我做 你看 这料我配的对不对 够不够啊 这个煮一下就行了 啊 这样啊 袁妈 我问你 你有没有听说过 有人半分半醒的时候说 我要去哪里呢 第二天早上真的去了 我那老公呀 不知怎么神神兮兮的前两天 他睡觉的时候说 不要去西唐 哎 第二天早上 真的不管不过的气了 哎 这个好了 我拿去了啊 你猜怎么着 回来以后啊 再哭了一场 哭了呀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哭过 帮我吓坏了 我心里在想啊 我心里在想啊 他会不会在西唐 遇到什么鬼啊什么的事了 挺可怕的 不会吧 我关于很奇怪 哎 打那以后啊 他对我特别好 好是好得来 从来没那么好过 哎呀 他对我那么好 你说我能不 掏心掏肺的对他好吗 二太太 二太太 再看看啊 二老爷不是一直对你很好吗 哦呦 以前不好 现在才好的 反正我呢 你不管他以前为什么对我不好 现在为什么又好了 管他呢 他对我好就好了 他对我好是应该的是吧 哎 来来 呃 再放点葱 元妈 你怎么了 好嘛 如果你怎么不来 你快打工了 别的哦 你没有办法 跟自己 random人 送到你们吧 吗 你不信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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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 我愛你愛你愛到底 不管面對多少委屈 為你付出一切都在所不惜 我的心只會為你呼吸 我愛你愛到忘了自己 天旋地轉全都是你 人愛熊熊滅後沾上我的心 來生也要和你在一起 天旋地轉全都是你 人愛熊熊滅後沾上我的心 人愛熊熊滅後沾上我的心 來生也要和你在一起 永不分離